中国疫情多点爆发 单日确诊数连续第6天超过百人 18号再度新增109例 无症状感染者115例 其中黑龙江有7例本土 暴增81例无症状病患 日本不时出现单日7000多例确诊 周末数据收敛降至5759例 但是重症患者累计来到972人 创历史新高 东京也新增1592例 再度打破周日记录 南韩疫情终于再度趋缓 单日新增病例数减到389人 和前一天相比大幅下降 不排除是因为周末筛检数量较少 教会和安养院也持续有零星群聚感染 英明曲线一路飙高 前一天再次出现14000多例新高记录 18号也通报1.1万人 日前的规模6.2强症 导致避难所人满为患 引发病毒传染隐忧 前一天也突破单日新高的马来西亚 最新占有3339人确诊 死亡人数已突破600人 吉隆坡一处批发于市场 大幅检测600人 就爆出44人染疫 印度曲线逐渐平缓 但仍保持下行 18号数据低于1万5 总共有13000多人确诊 首波规划3000万人接种疫苗 利平在8月之前 让3亿人完成施打 美国曲线近一周有下降趋势 但单日多半还是有超过20万起病例 18号通报17万4000多人 准幕僚长表示 未来五周恐怕还有10万人染疫死亡 英国连日历经5万多人确诊 18号通报新增不到4万 总数逼近340万例 将近9万人病故 当局扩大施打疫苗范围 所有70岁以上国民都可接种 法国情势尚未受控 过去一天再增1万6千多例 比前几天的2万多例略有下降 确诊总数已逼近300万 7万人死亡 总统马克宏恳请民众再忍忍 德国疫情仍不稳定 单日新增高点从2万多降到1万多例 几乎相差两倍 累计确诊数稍早突破200万大关 死亡人数也多达4万7千人 西班牙曲线近期飙升 新增病例频频创新高 16号通报数据突破4万例 周末数据暂未更新 当局承认现在处于第三波疫情 但并不打算全境封锁